早在1992年的3月 日和牧师按着他对圣经的研究 已经分享 在3600年前 神夫召摩西往埃及地 施行十灾 就是要挑战埃及的十个邪神 在我们上个礼拜开始 我们已经去分享 就是在圣经当中 还有事实上在历史里面 一种很神秘关于 神自己的一个品性和一个位格 这个是很多人很不想去研究 还有很多人都尝试去避开讲的 那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忌邪的心 就是神有一个忌邪的性格 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关于 在第七章第七节 摩西阿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 摩西80岁 阿伦83岁 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 原来摩西到80岁才学到 他认识神 是真正在他的生命当中掌管他的生命 他愿意将他的仗放下 没错 在他生命当中 当摩西到80岁的时候 他只剩下一只仗 80岁 你能够想象一只仗对一个老人来说 是他所依靠的 这只仗是什么呢 这只仗代表了那个人的本性 他自己的身份 他自己的能力 他自己的权柄 但是神叫他怎么放下 因为他转移 将他转换了 变成了神的本性 和神的权柄和能力 所以我们看到他将这仗扔在地下的时候 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蛇 意思就没错了 就是说 或者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些东西 你是未放下的 就是说 你自己的地位 会不会可能是你的才能 而使得你不能够在你的信仰当中 走远一点 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当中 没错你是圣洁的 你是圣洁的子民 但是圣经讲话 还有一个更深的程度 就是归耶和华为什么 为至圣 这个是圣经当中 神所说的一个极限的心意 如果你只是归耶和为圣 你只是奔价 但是你归耶和为至圣的时候 你是神的什么 你是神的身负 这个圣经清楚给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神所希望 我们不是去寻找祂的手 也不是只是寻找祂的脚中 是寻找祂的面 为什么神在那个时代当中 要选一些人 要归耶和为至圣 神要在那个时代当中 产生智性的能力 没错 我希望你知道 在末世的时候 神会再一次去呼召人 因为神在那个时代当中 神要去行一件大事的时候 祂一定会再说 然后借着一些人 在那个时代当中出现 去说一些话 而我希望你知道 神会再容许这个象的能力 再次出现 这个智性的能力是出现的 当象的能力再出现 十灾的能力 就会再次重现在世界上 在启示录里面 说在末世的时候 十灾的能力再次出现 看见那些启示录第八章 第八节 说水变血 第十六章也是 青蛙之灾 但你发觉 在启示录第十六章 第十三节 说有青蛙 这些灾出现 这些灾出现 使得迷惑整个世界 在启示录第九章 第一至十一节 说到蝗虫这个灾出现 去咬这些人 在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二节 说到苍灾出现 在世界 启示录第八章 第七节 即一个个的雪 那些灾出现 在启示录第十六章 第十节 黑暗之灾出现 启示录第九章 第十节 是死亡灾出现 留意我心理知道 为何法老 即是要去水边 去迎建法老 因为原来在当时 埃及的皇帝 每一日的早上 他们都有一个仪式 就是去到尼罗河旁边 去拜祭尼罗河之神 所以这个神就说 他说你明早 一早 你就去到尼罗河边 你做一件事 做什么呢 第十六节 对他说 也说 希伯来人的神 这里特别针对 希伯来人的神 以色列的神 就是对比埃及的神 他说 希伯来的神 打发我来见你 说 用 什么 用我的百姓去 好在抗野事奉我 这个就是神祭邪的最主目的 神尼就是这件事 看为珍贵这件事 说来 说来都是这件事 你发觉 到如今 你还事不听 我们看看第十七节 也说 这件事 我要用我手里的杖 激打河中的水 水就变成血 因此你必 什么 知道 这个就是说 原来神要做一件事 十座里面 神要做一件很特意的事 祂要让法老 这个 从小到大都不知道耶和华是神 的一个皇帝 是认识至圣者 到法老 他后来浸死在红海的时候 他知道神是真 而他是独一的真神 而并且他比埃及所有神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神 在这里 他对法老的那份恩典 你知道吗 他说 因此你必知道 我是耶和华 第二 你若不肯用他们去 我必使青蛙糟撻你的四景 刺激了 青蛙就是埃及一个假神 现在有些偶像 你在博物馆会看到的 就是他们所崇拜的 叫做生育之神 繁殖之神 神就说是呀 你繁殖 我就让你繁殖到 更多个人 等你 第十六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对阿伦说 伸出你的仗 激打地上的尘土 此尘土在埃及遍地 鞭作塞子 神又用另一个 他们所拜的神 烏鹰之神 别西方 去挑战他们 第十一节 你若不肯用我的百姓 叫整群的苍蝇 到你和你神 在你百姓的身上 尽你房屋 并埃及人的房屋 和他们所住的地 都要满了整群的苍蝇 第十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天伸像 使埃及地黑暗 这黑暗似乎摸得着 神攻击的另一个神 就是太阳神 神要做一个很有趣的奇迹 就是使得光线 进入他们整个埃及的地方的境界 突然间 光线消失 第十二节 摩西向天伸像埃及地 天地就烏黑了三天 三天之久 人不能相见 谁也不敢起来 离开本处 唯有以色列 人家中都有两岗 就是说 相反反以色列人 每个都有岗 整个十灾 和这些象的能力出现 是为了一件事 只是为了一件事 就是为了一件事 就是为了一句说话 用我百姓去 为什么我曾经说 神忌邪的性格是什么 他会激打 所有难阻 他时代计划的人 没有面子给的 你知道吗 神忌邪的性格 就是他保护 他捍为宝贵的东西 他的救赎计划 他的爱子 他的圣灵 你发觉 这个就是神忌邪的性格 全十灾 你发觉都是为了这句说话 就是你不要阻碍我的计划 我救赎计划的时间已经到了 他们要离开 你看到这个就是 为什么要重新出来的原因 这就是神称区 我们去更深远的时间 你们先�珍 你呢 我就不能够